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从军用无人机 讲到了民用的部分 美国现在已经把大疆 列入黑名单了 还说禁止美国人 这个投资人买卖大疆的股票 但问题是 人家股票根本就没上市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说 美国有一些制裁和讨人业 都是象征性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点真实的 无人机未来会改变战场的模式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了 对付无人机6251的炮弹合一的 这个防空系统 战车都开过来了 这个防空系统呢 除了它上面可以加装 这个6管的25mm的加特林速射自动炮 8枚FB10的进防导弹 还有中国大陆的 有在做外销的飞弩16 还有红鹰6B 据说它可以用来对付 就是差不多半径3到4公里内的 直升机巡运飞弹 自杀无人机 还有一些这个低飞的无人机 通通都可以被消灭 对这一次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他们发觉其实这个近距离的接战武器 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一些新的 就是说无人机在战场发生了 极大的作用 不但是征收产生大作用 另外它也有攻击的效果 那所以就是说现在这种对付这种 近战 近短距离接战的武器 现在变成这个武器市场 大家很重视的这种武器 尤其对于这种无人机 各种侦察无人机 或者攻击无人机 还现在还有自杀无人机 对 那这个部分我就想起来前一阵子 我们驻小金门的守军 居然用石头来K那个无人机 他就想到了说 这方面是应该要加强 因为那个还是民用无人机 你都大家没办法了 是 那现在如果说是军用的无人机 他有查打一体的话 那个具有上面有装这个飞弹的 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我知道这些武器 是最近在南部军期 东部军期 东部军期他们正展现出来的 我想就是说表示中国大陆 事实上随时在观察 做好准备 随便在观察这个俄乌战争中 战争的演进 不过我们很不希望就是说 将来台海的战争也走到这一步 因为俄乌战争现在是绞肉机的 这种打法都是绞肉机打 近战都是绞肉机 对我们台湾人口密度这么高 对如果要用到这些武器的话 真的有的时候 死伤可能平民死伤会超过军人 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地物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可是看起来 美国是很希望战争 是往这条方向走的 最近他们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这个共和党的一个 想要选总统的一位美国人 又说他要他如果当选 要提供台湾很多这种 步枪 又在开支票 又开始了 就跟上一次那个 而且我们要步枪干嘛 有使用到步枪不等于敌人 已经来到我家门口了吗 他希望我们男女老人都会打步枪 所以到了一针 你到底可能要去练步枪了 好可怕 这让我想到了真的乌克兰战场 大家看到血淋淋的教训 好无人机呢 我再帮大家做个总结 美国最近也有在研发 像是这种雷射的 美国陆军就证实了 他们整合在史崔克的八轮装甲车上 有50千瓦功率雷射的这种叫做 导能机动的短程防控系统 主要也就是来打这种无人机 或比较近距离的 之前在亚里套纳的油码试验场 已经测试了 几落多架大小各异的无人机 未来来看到这束光 就是他的雷射了 说要来看能不能对火箭炮 还有迫及炮产生危辙 好看完了美国 我们看完了军武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很多人都说跟美国做朋友 跟遇到诈骗集团一样 说一套做一套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知道吗 美国的对华投资 又开始一连串的限制 奇怪拜登不是一直说 要跟中国大陆进行这个 同样的我们是竞争 但是呢不会产生这个交恶吗 但是啊美国频频的出招啊 这么多限制 美国的这个Politico的新闻报导 美国四月份哦 还要推出一个 史无前例对华投资的限制措施 二月的时候呢 南华南的美国商会 发表一份白皮书里面才提到 其实啊超过九成的企业 把中国视为最重要投资目的之一 75%的企业是预计今年要再华投资 在这种前提之下 大家都想投资中国 可是美国就开始要有一些限制措施 detail还没曝光 现在只有曝光说 他们会有这样的限制 那么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也分析 他三月份的时候他就提到了 他说今年一月份啊 中国吸收外资是开门红 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达到了 1276.9亿人民币增长了14.5% 他很明显的讲的就是 中美贸易合作就是互利共赢嘛 那你现在呢 又想要来对我做这个限制 想要来脱钩锻炼 你这根本就是损人又害己嘛 那最近南韩就吃亏了 南韩的电动车补贴啊 本来说的很好听 你来我这里设厂嘛 我这个我都有法案了 我都有补贴金额都下来了 钱是下来了没错 但最后补贴的呢 全都是一些美国企业 美国汽车啊 美国政府啊 之前那个通胀交减法 好说呢 最高有7500元美金的补贴 只要呢你这电动车 是在我们美国本土 组装的就OK 结果没想到呢 韩国吃亏啊 好 KBS电视台发表这个讯息 他说呢 你看美国本土品牌 结果补贴的都是什么 特斯拉雪佛兰 然后呢福特 还有野马凯迪拉克 朝鲜日报就报导 他说在美国阿拉巴马厂 组装的现代汽车 就因为他的电池用的是 中国大陆生产 抱歉 美国的补贴就拿不到 你说美国是不是骗子呢 把人家骗到美国去设厂 然后最后说好的补助 一毛也没有 美国这种做这种事做多啦 你如果认为美国人都是那么诚实的话 那就会觉得很吃惊 你如果没有这个预先的 你如果美国就是很狡诈 很怎么叫 讲话不算话 公然撒谎的 这个国家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稀松平常 每天都要发生啊 他这个汽车补助 他是补助购买者 就是他会指定说 这些车子 你买这些牌子的车子 我一个车给你对吧 我就给你对吧 7500 7500块钱美金 这是给 16款 购车者的这个好 那可是他就说 为什么选这些车子 好啊 里面没有中国元素 没有这个没有 我就不相信Model 3和Model Y 它里面没有中国电池成分 对不对 这都是认定的问题嘛 对 这个特斯拉车子 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 对 我就不相信它有很多 它里面找不到中国元素 中国零件啊 那这个韩国的话 问题就是说 基本上他给的 通通是美国本土的 欧洲的他也会给 因为欧洲的话 对这个案子啊 也是抗议的 非常非常的 这个非常非常严重 那这种这种 就是说补贴 美国本土品牌的 基本上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对 那将来欧洲车子也受 可是呢 因为欧洲现在 他有实力跟美国在谈判 所以我认为 美国可能会对欧洲车放水 可是呢 韩国就是一个小弟 没有跟美国人叫板的胆子 也没有 也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现代被牺牲 那是理所当然 美国一定是觉得 你这个韩国 你抗中不够力 逼他又再硬一点 逼赢喜悦 只是呢 现在好像真的 很多国家 还有包含了欧洲 想要摆脱 美国的束缚 那个21岁小兵的泄密门 他提到了 美国持续在监控联合国等高官 哇 现在不得了了 联合国也出来骂了 骂指责美国啊 罕见指责哦 他说此类行为 不符合美国在联合国宪章的 规定的义务 你来看看福德莱恩 访终之后跟马克宏 到了中国一趟之后 回到欧洲 告诉大家什么呢 与中国的关系太重要了 欧盟必须要制定 自己的对华策略原则 美国消费者的新闻网频道 CNBC也分析啊 欧盟试图推动新的 联合对华策略 他说但是这种策略啊 美国很讨厌 美国会不开心 我觉得美国真的 你今天盘点一下哈 美国有限制自己的厂商 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吗 没有吧 很少吧 我觉得他今天叫 ASMOD不准卖光科技 你看美光 你看那个Intel 跟中国大陆的交易有减少吗 美国的这个弹导体器材 有有往少往中国卖吗 他们把把欧洲人当傻瓜 他叫别人不准卖 然后自己卖 自己卖美光就是这样 所以呢美国自己的 美国自己的这个 所以在中国大陆 华南美国商会企业就说 他说百分之企业 百分之七十五企业计划 今年在华投资 对啊 欧洲人老早看出来了 你们玩这一套 你叫我欧洲人撤资 你美国人把那个市场 都偷回来 你要知道他这边讲的凯迪拉克 还有这个 这个美国的一些汽车 很奇怪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喜欢 就中国大陆消费者喜欢 凯迪拉克跟别克 在美国大卖 那这个中国大陆是大市场 大市场 他们这些车子 在欧洲我没看到一台凯迪拉克 我在台湾现在很少 台湾街上你有看到 这个只有中国大陆有 所以美国他会退出 中国大陆市场才怪 那他这个现在就是说 要限制什么到中国大陆 投资什么 这些我看就是 用来糊弄欧洲的 欧洲人跟进以后 然后美国人就把市场通通强过来 没错 尤其是怎么有办法摆脱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不止市场大 而且GDP的增速 还可以提振全球信心 领投扬的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经济优势 包含了4月18号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就受中美经济关系 发表了一个演讲 他说寻求公平竞争的经济关系 还有跟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迁 以及债务困扰等等 再来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GDP同比增长4.5% 比去年四季度增长2.2% 领投扬的信心来了 大陆的学者怎么分析 这个大摩的中国经济学家 他说今年中国的经济 对全球的增长贡献率 有望超过40% 这已经要接近到世界的一半了 2023年是中国和亚洲经济 引领全球的时间 甚至未来金砖国家 对全球增长的贡献 各位超过美国带头的G7 对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就这样走的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俄乌战争 美国把欧洲打趴了 所以你这个G7里面 里面有一半是欧洲国家 你自己把欧洲的 这个能源成本 提高了四到五倍 所以欧洲的经济 比美国还惨 所以为什么冯德莱恩 讲这些话 他们真的深受其痛 然后发觉跟着美国走 俄乌战争 在欧洲人家门的战争 欧洲人不能出来喊停止 美国人说要继续打 然后在这个打的过程中 你不能跟俄罗斯买天然气 石油也不能买 整个能源价格提了四倍 只能买贵的美国货 你成本增加了四倍 你还有什么贡献 你还有什么竞争力 没有了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中国大陆 这个经济来讲的话 第一个疫情处理 中国大陆停工 封城的时间非常短 上海三个月而已 对不对 其他都没有封了 整个现在它只是消费比较断 现在国内市场消费再回来 它的整个没有中断的一个经济运作 很快回来就变成世界的一个 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 美国现在怎么样呢 美国在台高足 然后呢 金融市场快不快 金融市场出现大问题 然后呢 他的盟友也跟着很惨 他不要讲投资 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必担心 美国去不去投资 现在很多世界的资本 正在往亚洲走 为什么 第一个你经济成长率好 经济成长 第二个 美国金融体系快出问题了 美元现在说实话 能够撑不撑得住都是问题了 那这些很多把全存在投资在美国的 尤其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钱是不是都要投出来 投出来往哪里走 就往香港往新加坡走 所以过去三个月 香港跟新加坡近来大批的 这个世界各国的资本 那还会怕你美国的什么 防止投资 这些要找赚钱地方的钱 全世界多得很 不是只有你美国有 所以这个意思 我帮大家来做个小总结 就是说美国这些报导 又要开始有什么限制 搞不好呢 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只是要说给他的选民听的 我现在拜登政府 我还是有持续在抗中 我不是只有跟中国做生意 但是就是习近平主席 之前常常讲的 不要吃中国的饭 然后砸中国的碗 接下来想砸也没这么容易 IMF国际货币的基金组织 他分析 中国在五年之后 2028年会发生什么事 中国大陆会为全球的GDP增长 贡献22.6% 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会成为中国 美国只贡献11.3% 等于是除以2 大神你怎么看 我这个非常非常清楚 比如说 今年中国大陆 今年两会以后 李强出来做总理 李强 人家说这个李强是谁 李强很简单 做过上海思维地数 做过浙江省省长 他处理的这些都是中国开放 这个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方 管理的人口上亿 他这个经验多丰富 他跟特斯拉的那个 马斯克是好朋友 对当时特斯拉去找他 就是里藏在上海 就是不到一年就给他一个厂 所以他非常对经济非常显熟 从基层干起来的 美国的那个雷蒙多是什么来的 你知道 美国雷蒙多就是参选议员 然后呢 后来突然又选上一个小州的州长 叫这个美国东北角 一个小州的州长 然后突然呢 拜登上来觉得 提升他为部长 就马上就参选商务部长 根本小学程度 就去做那个大学程度 要做的事情 搞得好吗 对不对 另外一个美国这些所有政策 今天拜登不选了 拜登这所有政策通通没了 对不对 明年如果说 这个好 川普回来的话 拜登东西全部都不算化 这就是美国 中国大陆怎么弄呢 中国大陆 十四五计划 五年 年要发展多少个项目的 这个好 所谓的充电桩数目都写好了 每一个省大家都分配好了 你给我达到目标 都是数字管理 然后我要做多少高压电 我这个蓝水北调要怎么做 这都是要一二十年的 这个 中国大陆政策非常持续性 然后政策目标非常稳 然后呢 习近平现在人事也摆的 都是很有经验的人 目标也都在那里 也没什么要做事就去做了 没有什么今天这个民主党做事 共和党在扯后腿 没有啊 所以你说今天中国大陆GBP 人家花旗银行这个做生意的 会讲说干嘛把你吹到六点一 对不对 他也是实事求是弄出来的 只有美国现在这个政治人物 就是统统讲空话 假大空就是美国的政治人物 那个雷蒙多做美国商务部长 天天整中国大陆 居然还说我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不是讨打吗 可是 可是呢 这种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来 就出来这些 这么很荒谬的这种政治人物 没错 对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认为 这些都只是一些现象 真正的问题就是说 体制出问题 美国的体制就是往下垂着 中国的体制就是往上走 没错 美国也算是自步其断了 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动荡 你看川普说退出什么 组织就退出 退了又想加 加了又想退 各世界各国也看清楚了 尤其是最后一点点时间 德国的大众集团 先前不是才访华吗 马上宣布要来投资了 75亿人民币 在中国要盖 纯电动智慧网的 这个网联汽车的研发中心 你看大家都不要去美国 要在中国大陆投资 现在的东升西降 越来越明显了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媒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势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 这些绿媒也需要 探索的 要正确 内容 这些绿媒 用监制落 我根本来说 就做小绿媒 在这边 但